好 刚才看了苏师和佛印的故事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讲的是一个狗在河边对吧 在啃骨头的事情对吧 狗啃河上骨 就是河水上面的骨头嘛 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水流 水在流 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杂志 或者说是尸体类的对不对 可能古代这个很多人跳江之类的是吧 可能会就有一些尸体 来 水流东坡师 就是在那个水 有水可能有这个岸有坡 对吧 所以说是东坡师 那么你听我读出来之后 我相信大家就知道 这也是一个谐音的对吧 狗啃和尚骨 也就是这个和尚 对吧 就在那粉刺这个佛印呢 还是说狗在啃和尚的骨头呢 对不对 是有一个这个意思 然后佛印也很聪明 不吃亏 说水流东坡师 这个师其实就换成了师体 这个师 师哥的师对吧 因为你家那扇子上是有苏东坡的师句的 他直接扔到水里了 水流东坡师 对不对 也有一个谐音 两个都有些 其实他可以直接用这个师 但是为了和他的这个谐音相对应 他也用了另外一个师体的师 是吧 这两个人还挺好 挺有意思的 那么在古代啊 这种对坐的方式 其实是很常见的 我们就说什么 对对子的方式 对吧 古人会以这个为乐趣的 对吧 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对唱一样 他们会觉得这个很好玩 孤山是杭州西湖的著名风景区 此间有一石亭称西湖天下景 上面呢刻着一幅对联 据为 好 看到这里了 那么这是西湖石亭的一个对联 对吧 那么大家会觉得 好像是叠子叠子对应的挺整 挺工整的 是吧 那么到底哪个是上联 哪个是下联呢 那么这个问题啊 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对联的具体的一些形式 那么小道老师可以提前先告诉大家 我自己觉得呢 应该是水水山山处处 明明秀秀 情情与语实实 好好齐齐 这样读起来 我觉得会更顺一点啊 那么当然对联发展到现在啊 已经并没有那么对这个 这个平啊 字啊 这个音韵都已经管不了太多了 只要能够对齐就差不多还算不错的了 好 那么很多风景区啊 都会有这样的对联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你看啊 哎 水水山山 情情与语 对吧 处处实实 明明对好好 秀秀对齐齐 你就会觉得 哎 就还挺奇妙的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岳飞幕的对联 岳飞幕就在这个门的两边啊 门的两边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一下 青山有幸 埋中骨 白铁无辜 住逆城 住逆城 OK 你看青山对白铁 有幸对无辜 对吧 有对无嘛 埋中骨 埋是什么词 动词 住是什么动词 什么词 动词 后面 这个宾语 埋中骨 住逆城 不仅是这种工整的对联 同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 岳飞幕的时候 也跟他的这个故事有关系 是吧 好的 咱们看一下 岳飞幕的对联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苏州的往诗园中啊 也有对联 说 风风雨雨 暖暖寒寒 处处寻寻觅觅 哎 下一 下一脸 下一脸 阴阴艳艳艳 花花艳艳 轻轻朝朝暮暮 哎 还不错是吧 而且在这里 你看 这就跟刚才那个水水山山 那个是有 你看 寻寻密密 是四身 下脸是 朝朝 暮暮 朝朝 是一声 对吧 哎 不能变成朝朝暮暮 要不然都是四身 是不对的 这个 从对联学来说 就是感觉 并没有那么的准确的啊 这是四身 这是一声 刚才我就把 秀秀 啊 对吧 呃 对对 秀秀放在这边 齐齐放在下脸 秀秀放在上脸 齐齐放在下脸 对吧 好的 那么后面会讲啊 所以你看 风风雨雨 暖暖寒寒 这是对 对应的都是 叠词叠词 处处清清 寻寻觅觅 朝朝暮暮 还不错吧 好 好